詞曲 李宗盛 是雪花一遍一遍的飄進眼眶 是火花一命一滅的不肯絕望 把勉強自己體諒緣分拿上柳絮 一起瘋就不由分說個詞飄蕩 思念是最暖的憂傷像一雙翅膀 讓我停不了非不願再過往 又痛不高而別的你 就算為了我著想是彼此 你心永遠會欺負的末朗 你認同一次一次的關上了窗 我含淚一不一停的回首凝望 不能愛是人世間最遙遠的流放 但不能不愛是最快樂的困綁 我恩尊小喬 温暖姐早 来 给你尝尝我自己做的点心 不许给差评哦 谢谢 小黛 湛总有今日外出见客户的行程吗 没有啊 那如果温暖姐你要找湛总的话 那可得等等咯 怎么了 你 你自己看啊 湛总这么忙 她还去给一心小姐探班 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就是一心小姐的 天哪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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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留言评论 超过十万了呢 太厉害了 全是给他们送祝福的 连粉丝后援会都去评论 还催着他们结婚呢 我们湛总真的是太厉害了 你知道吗 温暖姐要是现在大明星的另一半 能得到粉丝后援会的认可 那真是太不容易了 那 小白 你先吃一个吧 谢谢你 我觉得一心和湛总 太清楚了 湛总早 好 上午好 这么开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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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骗我 我骗你什么了 为什么想带转了客户 生意贵生意 不存在奖劫 那你为什么偏偏照我做 你在报复朱林璐吗 问特朱 我希望你可以公私分明一点 我在潜雨下达的每一个指令 都是出于商业目的 我把这几个客户交给你 你是不是很快就搞定了 这证明我的决策是没有错误的 我只是在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 好 那你去做你的公平竞争 但我不玩了 我不参与的都可以了 你是不想干了吗 我只是在对于你给我的工作 提出质疑而已 那我想问你 如果今天我们抢的客户不是带转的 是其他的客户 你还觉得我下达的指令有问题吗 商场上从来都是有竞争的 但一中的客户这个肥肉即使我不拿 其他公司也一样会拿的 你知道一个道理吗 一切能整俱上 这是七年前你教会我 温宏 那个时候无论我怎么红红鱼 求你 你都不肯收拾要跟我分手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上了朱临露的时候 温宏 你知道吗 我特别应该要感谢你 如果没有你的存在 你的之前所有的一切决定 就不会造就今天的战难线 这些年里我无数次地告诉我自己 我战难线一定会成为一个强者 当年的事情你是这样看我的吗 你是这么想的 那你现在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分手 当年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分手 都过这么多年了 你一问三问有意思吗 你年轻时候的感情谁不都这样 喜欢了就在一起 不喜欢就分开 不喜欢就分开 您说的这件事情 真简单啊 你知道我自从你跟我说的分手之后 让我的人生走向了谷底 你知道一直到现在 经历了一切 让我已经没有痛觉了 你却一句话轻描淡写的就可以过去 赵主 行了 没事了 你给输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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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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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反方向 你这跟我顺的是什么路啊 这个 条条大路通罗马啊 再说了 这条路它 不堵车 而且我虽然多烧点油 可以节省时间嘛 刘蕊 往后退点 这儿 大胆地退 好了 好了 从今天开始 你跟我 我们俩之间的距离 就保持现在这样 这个恐怕不好吧 这在户外也就算了 这要是在室内的话 你带咱们小伙伴们 一起开会 讨论的正体劲 我就一个人 躲在那机脚咖喇里边 会不会误会成 是言误代工的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再跟你说一次 你跟我 我们两个人之间 只能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 其他的关系 绝对不会存在 好了 你早点回去吧 路上骑车 小心一点 你明明还会关心我呀 那天 我陪你过生日的时候 咱们两个玩得那么开心 而且你的笑容 我很确定 是发自内心的 为什么只过了一个晚上 你就把我推得这么远啊 我那天喝多了不行吗 我那天喝多了不行吗 而且我只是跟你去兜了风 我有对你做什么承诺吗 还是说为此 我就要对你改变什么吗 你越是想解释 你的眼神越是出卖你 你是担心我比你年龄小 没有担当 还是感觉我对你只是玩玩而已啊 如果因为这些的话 那对我也太不公平了吧 感情的世界里面 本来就没有公平不公平 你想知道我在担心什么 好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会继续 老板 温大美女 有段时间没来了 怎么 又失恋了 帮我上次存这儿那瓶好酒开了 好期 是陪下 你经常来这儿吧 以前每次失恋呢我都会来这儿 这里可以说记录了我的青春吧 那我今天 我和你一起来这儿了 是不是我也承认你青春的一步了 刘蕊 我真的很谢谢你给我过这个生日 我也承认这是我最难忘的一个生日 你特别开心也特别感动 但是从那以后 但是从那以后 我就越来越彷徨了 为什么呀 是因为我追你追太紧 给你太大压力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真的非常抱歉 我只是觉得所有女孩子都喜欢被追呢 可我却忽略了 你跟其他女孩子不约 我前男友呢是我的公司同事 我们俩分手的时候闹得很不快 所以后来我都辞职了 这一次我的理性告诉我 跟自己的下属 又是年龄比自己小的男生产生感情 这是很危险的 如果你觉得是这些的话 那我 不光这些 你说得没错 我是一个追求激情和自由的人 所以每段感情 我都风风火火地开始 结果 全都是冷冷清清地收场 也许这都是注定的吧 注定我这辈子 就没办法谈一段长久的恋爱 那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认真地投入 别看你在事业上 好像敢于尝试任何的工作方法 什么事都难不倒你一样 但你在生活上 在感情上 你其实就是一个胆小鬼 你不敢认真地投入一段感情 你怕失败 你怕犯错误 你不是教过我吧 你说如果会计分路做错了 咱们重新再做一次 一次路错不代表一辈子不会算账吧 那我是不是也教过你 如果看到了风险因素 就要做出坏账的准备了 刘蕊 刘蕊 你还有大把的精神可以浪费 但是我没有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勉强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到头来只会给彼此带来伤害 何必呢 你都没试过跟我在一起 你怎么就知道不会幸福啊 我不想跟你再纠结这个话题了 我不想跟你再纠结这个话题了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所以以后请我们继续保持好上司和下属的关系 我今天先说得很美 这我不是要有点美 我去哪儿 你想她是有点美 我去哪儿 他没想要 我就去哪儿 你还好吗 我去哪儿 我们去哪儿 你哈哈 他将万大 你瘋了吧你 刚才我听到你心跳 你心跳的时候已经告诉我 你醒了 你还能跟你在这儿胡闹 不好意思 小陆总 我还有事 合作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谈吧 您稍等 要不然您再听听我跟您讲 细节上面的事 您再听听我跟您讲细节上面的事 好 凌露 你怎么来了 我发现咱们俩挺有缘的 在这也能碰到 心有名稀啊这是 是不是 我问我姐 她跟我孙女在这里 你姐 她怎么知道的 不重要了 凌露 你是不是为了客户的事情再犯 我姐都跟我说了 我真的不知道 陈宇木敬在争取的这些客户 都是代中的 我如果知道 我就不会去谈了 我真的对不起 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呀 这做生意就是这样啊 那就是你挣我抢的嘛 对不对 那谁说这客户 每一个客户都是永久客户啊 这没有永久固定的客户啊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满足不了 客户的需求的话 那你会被别人抢走的呀 所以你不要放在心上 不是什么大事的 行啦 别想这么多了 心那么重 好不容易咱们能碰到 请你吃饭 你看想吃什么 服务员 菜单给我 好的 要吃饭 也许我请你啊 好 好 我同意 来 看 我能不能点柜的 往柜的点 服务员 都来一份 好 走 食物 朝晚饭 午iento 余 oxyg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来 这什么意思 我自认为已经无法宣言现在的工作了 按照规定如果你想辞职的话 需要两个月以前提交辞职报告 在我同意了以后 你才可以离开监局 但是现在你还是前一个月 也可以出去工作了 这样做有意思吗 我不是一个提前幕后 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如果那样都不行的话 我辞职总可以了吧 让我走 温达小姐你把我这儿当上了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和朱霖露就缠不起 跟我搞暧昧 你现在玩不过了 转身就想走是吗 我说过了 我跟你的关系 不过就是上司和下属 我有什么资格跟你暧昧 再说了 你跟一心那么甜蜜 玩这一句看好不是吗 至于我要跟谁暧昧 我想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 好 老冰嫩豆腐 小黛 管总 你 你也在这儿 不好意思 老冰嫩豆腐就有一份了 你们俩谁要 给他 到底谁要 反正你上嘛 我们点就是了 好 稍等 小黛 这样 我们两个一块儿吃 不行 我还得打包上楼吃 今天工作 好多事怎么做我做呢 这不像你啊 你平时没有那么 我的意思是说 平时不都是温暖 那么努力加班吗 管总你知道吗 今天早上 温暖姐去了 震总的办公室 没一会儿 温暖姐出来就跟我说 她要辞职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辞职 有这么严重吗 管总 你帮他们 想想办法吧 我一点都不想 温暖姐走 你现在是吃饭时间 你就好好吃饭 一会儿我去找老高 帮你解决问题 真的呀 那 那太好了 我觉得 只要文总敏逸出现 什么事都可以解决 还是给你 有安全感 我有这么好吗 当然 你真的很喜欢吃豆腐 还可以啊 你先停 你先停 一心姐 我刚刚看到那个人还在等 不行 我得等会儿给站住 姐 其实之前站总 就在片场发现那个人了 所以我就把事情都告诉他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把电话给我 我是真的担心你啊 郑总他也很担心你 郑总他也很担心你 雨昕啊 喂 文贤 就是上次乐乐跟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跟你说你被人跟踪这个事情 这不是小事 其实 其实就是乐乐他小题大做 没什么事的 你工作这么忙 不用为了我的小事操心 你确定 嗯 我真的没事 你放心吧 这样吧 等我忙忙的工作 我 我过去看你一下 嗯 拜拜 好嘞 这空气中好像充满了怨气啊 嗯 看来情绪不佳 老大 你 你别老挨声叹气的活 啊 你不会是因为总住要辞职 就在那儿挨声叹气的吗 那要辞职啊 嗯 估计是因为带中客户的事 要我说啊 你就应该跟他把话给说清楚了 明明是带中最近的动作连连 老高那天也提醒我了 说带中最近四处在挖人 钱都花海了 我在研发部还有很多人 被带中给挖走了 我现在也一肚子怨气了 你还记得我之前提醒过你吧 从朱林露接纳郭如前那天开始 我就猜到会有这么一样的 幸好你之前不准人 让别人去联系了带中的客户 有了制约 朱林露还不至于太过分 咱们提前做个准备吧 这一次真的很谢谢你们的照顾 有机会我们下次再合作 好的 提醒小姐 期待下一次合作 谢谢啊 那我就先走了 好的 你们快进去吧 好 拜拜 拜拜 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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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睡了 就再也不可能会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又是怎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润风霜用完了 进入一下你的 早点睡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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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就上班了 嗯 你先走吧 我还没好呢 嗯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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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就是安眠药 小陆总 最近我们袋中的客户频频被潜语抢走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身为总经理 你恐怕是难辞其咎啊 今天我们这个会议讨论的主题 是关于研发部预算的问题 但凡跟这个议题没有关系的任何问题 我都不予以为的 如果各位想知道 我可以另外再专门开一个会议 给带来一个交代 交代 你身为代中的总经理 无务正业 一心想要插手我们研发部的事情 哪儿还有什么精力 再去维护客户资源呢 这恐怕就是导致我们合作多年的公司 连连被抢的原因吧 依我看哪 你这个总经理 要是只有被人闷声打的本事 那干脆就别做了 企业竞争在所难免 客户流失 客户流动 这都很正常 有失必有得嘛 对吧 我希望你啊 能了解清楚异点 我是带登的总经理 公司的战略部署 我比你清楚得多 也熟悉得多 我希望 在没有分出胜负之前 你别太着急 我到时候问问你啊 你的部门连续两个季度 成本超支 你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去过去 大部署了 你呢 他在《连接人》呢 我 JD救人 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高总 高总 湛总不在 不在 温暖 一会儿麻烦你把这个文件交给他 好 高总 我已经跟公司提出职程了 虽然公司还没有批准 但我觉得这样的 这样的文件好像不应该再亲由我手 小黛 交给你吧 小黛 温暖 我觉得你和湛总之间 应该有些误会 那个有什么误会呢 其实 我本来的身份就有点尴尬 所以 那好吧 你们两人的事情 也只能你们两人自己解决 小黛 麻烦你 好 OK 盛总 对了 今天 高总刚才来过 她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今天温特主他没 嘿 我真的好想你 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 眼睛干干的又想哭的心情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嘿 我真的好想你 太多的情绪 没适当的表情 最想说的话 我该从何说清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我不会有伤心 但只要如果还是要爱你 如果没有你 我在哪里 又有什么可惜 反正一切来不及 反正没有了自己 嘿 我真的好想你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 在想你 在想你 我就是了自己 我真的好想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